早安 今天是一個平凡的週末 不過呢 我給我的頻道 想了一個一日系列 這個一日系列呢 只會有一集 因為我今天很突如其來的決定來拍一個挑戰計劃 今天要跟我一起挑戰的小主角就是 彩彩 跟觀眾說哈嘍 彩彩呢 是我們家1月10號 新出生的一個小生命 然後他現在才1個月左右 今天因為要帶他去爺爺家玩 所以呢 我臨時決定要來做 一日保姆 而且這個一日保姆 不是只是餵奶啊 哄睡啊 換尿布啊 今天要挑戰帶娃出門 就是這個一日保姆 工作有點身負重責大任 昨天呢 我臨時跟彩彩的媽咪說 我要做這個一日系列 他媽媽聽完之後就是眉頭一皺 感覺不妙 我是對我自己還蠻有信心的 就是帶小孩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吧 畢竟從小到大已經41歲了 跟蠻多小寶寶相處 平常在家裡呢 彩彩其實也是表現得非常的乖巧可愛 對不對 平常我就偶爾抱抱他 餵他奶啊 他好像都還蠻乖的 所以今天希望我的這個挑戰 可以成功 欸 彩彩對姨姨有沒有信心 你覺得我們今天可以合作五間嗎 可不可以 可以嗎 來 Let's go 好的 我們現在準備要出門 現在先來收拾今天的媽媽包 看看要帶什麼東西出門 不過在我收拾之前 我剛剛得到第一項任務就是 剛剛彩彩媽媽說出門前竟然要先換尿布 量體溫跟什麼 換衣服 換衣服對 我先來收包包 等一下的事等一下來說 看一下今天要幫彩彩帶什麼出門 這個是他的奶嘴 已經放在這個衛生的小袋袋裡面 還要準備酒精 這個很重要 屁屁膏 小朋友現在包尿布一定要帶屁屁膏 這件是他的小衣服 地方要換衣服就帶一件就對了 口水晶 這個 一二三四五 帶了五條 因為他現在小baby 就是有時候喝奶完會飲奶 或者是突然嘔吐 欸我先插個題 彩彩媽媽本人呢是護士 她是一個護理人員 所以最近跟他們相處 就是我獲得一些育兒的醫學知識 如果我有講的什麼不好的地方 也歡迎你們指證 畢竟我不是真正的媽媽 媽媽本人在鏡頭外也可以直接指證 這是尿布精 因為我們要外出 可能到不同的地方 需要幫他換尿布 所以我就要先點上這個尿布一遍 粉水的獅子精 沒有酒精的 再來是尿布 今天幫他準備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尿布 我們今天應該會帶到甜黑 所以準備六個尿布 保萬一 這個是 吸球 對 吸球 就是可能 這要幹嘛 他如果從嘴巴或鼻子有液奶的話 可以用這個幫他吸 喔 液奶 但他又吐不出來 這我從來沒有看過怎麼使用 寶寶出生的時候 他們會用這個 把裡面的羊水吸出來 喔 我有一種獲得新知識的感覺 希望今天不要派上用 最後還有一個這個是 溫奶器 這個非常好用 平常我在家裡會用彩彩的溫奶器 問我自己想要吃加熱的食物 因為它小小一台 還滿輕便的 好了 完成媽媽包之後 好 接下來就要幫彩彩 換衣服換尿布 彩彩 我幫你準備好了 你今天要帶出門的東西喔 你好乖喔 好 我們等一下要去換衣服了 OK OK 百密中有一書 剛剛的我什麼都帶了 但卻忘了帶奶 現在彩彩是喝母乳的階段 所以我忘了帶奶 而且剛剛一關機後 媽媽突然提醒我沒有帶奶 我剛剛從那個消毒的箱子裡面 拿出了兩個乾淨的奶品 等一下呢 要去幫他選他的母乳 我先拿出來給大家看好了 他就是一份一份用夾鏈 他也穿在這個冰凍褲裡面 所以挺厚厚的 要帶出門的母乳 就是我先選那個日期比較舊的 2月17 2月20 OK 這包是日期比較早擠出來的母乳 欸 你很仔細耶 他上面有寫好他的日期 他會母乳擠出來的時間 還有他的容量 有沒有早上的 這包是9點 因為母乳早上跟晚上 裡面含的東西不太一樣 真的假的 嗯 早上的話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多的微生素 他可能喝了會比較有精神 算是他的能量飲料之類的 然後晚上的話就會有一些 寸黑急速什麼 他喝了 對對對 比較好睡 天哪 我長知識了 原來早上的母乳 跟晚上的母乳 有不同的功能性 上一次我們去爺爺家的時候 已經有放了另外一包母乳在那邊 所以今天帶這一包還有那邊 兩包應該夠用 好了 我現在要把它碰到這個 尿布台上 先進行第一個挑戰 也就是最難 因為他現在還未滿三個月 所以呢 每天都會固定 早上起床幫採採量他的體溫 以防他如果有任何一點點的發燒 就要趕快去醫院 這一開機會有上一次的體溫 37 先沾一點反射 好了 我要幫他量 我現在很怕他噴尿 現在還算是冬天 所以 瞬間如果把他的尿布打開 他會突然溫掉 然後就這樣 咖哩順的噴尿 你可以從旁邊 喔 從這個 對 然後上面還是蓋著 喔 好好好好 我要先把大拇指這樣頂在這邊 以防他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亂動 亂動 欸 那個大便 來囉 踩 欸 很乖很乖 很好 OK 36.4度 沒有發燒 做得很好 都完全沒有讓我撈開 阿可以吧 可以 沒有抬很高 我知道有些人會覺得 把硬兒腳腳抬高 好像會讓他們其實腰部不好 但是如果只有一下下 角度也不是太高 其實還OK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你的baby 腰椎會受傷 那你就也可以這樣 側翻他 欸 你都沒有噴尿欸 你真的很棒 好 我們要換衣服了 今天給你穿這個blue的OK 我好像變成一個狂乱的毛 聽到你做這個工作大概30秒是嗎 如果他配合的話 要配合一下好不好 對 OK嗎今天這衣服 我覺得帥嗎 好看嗎 他好像還蠻配合我的欸 真的欸 面子欸 真的 要開不耐煩的感覺 好 等等等等 等等 完了完了 我弄太久了 他開始不耐煩了 好 OK OK 我知道很久 太久 我知道 好 完成了寶寶 OK嗎 我們要出門囉 去找爺爺囉 Let's go 你怎麼了 我們準備要出門了 你怎麼突然哭哭 你想要睡覺喔 剛剛出門前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一陣爆哭 應該就是因為剛剛喝完奶 所以有點想睡 我等一下把它幫那個 兒童汽車安全座以上 他應該就可以休睡 怎麼那麼乖啊 舒服嗎 你覺得不在睡覺喔 到目前為止 請問採摘媽媽優打幾分 表現良好 還沒有到優良 只有良好 OK 其實今天才剛開始 對 才剛開始 應該看出來我累一點 哇 當媽媽優還蠻累的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他 算是天使寶寶 還算配合阿姨我本人 等一下買完咖啡 就繼續出發 好嗎 好不要再炒他 換太多 現在順利抵達了 爺爺爺家 下車囉 爺爺在這邊迎接他 好走 現在先去遛阿一下 來到了爺爺家 我突然覺得很輕鬆 我突然覺得很輕鬆 我終於體會你自己很強了 但是他出來玩 你好像比較輕鬆 不用自己一直抱著 現在就讓我喘口氣 讓這些長輩們先抱抱可愛的小baby 現在趁大家在抱小嬰兒彩彩的時候呢 我有下一個工作要繼續的進行 就是要加熱他的奶 等一下呢我要把那個溫暖器先插電 按預熱的溫度 等一下就把那個摸露放進去 OK 溫暖了 OK 溫暖了 預熱奶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現在先把母奶放到剛剛的溫暖器 剛剛來的路上 他已經有一點點變成長溫了 所以等一下加熱完 盡量要在30分鐘內 越快越好 先把它喝掉 因為小朋友的腸胃可能容易吐奶啊 液奶 所以放太久的話 不管是母奶或者是配方奶 時間久了就容易變質 對他們的腸胃不太好 所以現在先去加熱奶 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很專業 怎麼會知道這個 因為我剛剛問 彩彩的媽媽 OK的 跟大家分享一個 彩彩餓的時候會有一個小小的反應 就是你把手放在他嘴巴這樣點點點 他就會這樣歪嘴 群乳 群乳反應 這是baby都會有的 等一下要餵男前 所以今天點點看他的嘴巴 看他是不是真的很餓 好 我們現在要問內內之前 要先幫他換一次尿布 因為喝完奶之後 如果把他身體這樣放來翻去 他會比較不舒服 他是不是在看我 他想說怎麼不是媽媽在幫他換 你發現不是真的媽媽了 啊啊啊啊 不要 不要 他只是在表達他餓 他一滴眼淚都沒有 肢自己冷淇一下 好囉 剌好了 我們準備要去喝內烏 OK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看有沒有尋汝反應 是像這樣子的 NASSUM Navy 妳看她的嘴巴 嗯 有那個歪了 你看 她哭出眼淚了 好 我們去喝Nene 這奶乾溫好了 現在要倒到奶瓶裡 滴滴都珍貴了 全不能灑出來 Nene的溫度大概都幾 三十幾 三十幾 四十 OK 好 走 Nene 每天照顧她 其實 都會大概知道她什麼時候哭 哭的程度的反應 代表著什麼樣的需求 像猜猜她就是 爆哭的話通常都是她肚子餓 想睡覺她會隱隱哀哀 但是不會到爆哭 所以剛剛算是我很少偶爾 會看到她突然哭出眼淚 真的超餓 謝謝妳今天當我的VLOG小主角 為了拍VLOG 拖延了她幾分鐘喝奶的進度 今天呢 就是我也有學習到這個 媽咪小知識 彩彩的上唇會有一圈白白的那種小泡泡 那個算是她們的吸泡 因為她們現在還在喝Nene的階段 所以嘴型呢 為了要包覆住奶嘴或者是媽媽的乳頭 所以她們嘴泡上面會有一顆一顆白白的 像小水泡的東西 這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怎麼樣可愛嗎 鏡頭外面有三個小朋友見喜爸媽 是她的媽媽嗎 我不是 那妳覺得我像她的媽媽嗎 像 很像對不對 妳以為對不對 看毫無破綻 妳要幫她拍一下歌 喔現在就要拍了 所以要先離開 一半就可以了 好 OK現在喝奶 喝大概一半 一半左右其實就可以先幫她拍一個 我拍 我想起來了 坐在妳的大腿上 然後撐著她的臉 有她打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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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好 繼續喝下半場 好像喝得差不多囉 她其實喝得滿快的 可能因為她還餓 每一口都真實的吸進去 她現在有點奶醉奶醉的感覺 眼神一定要 快要喝完了 來 最後一點點 護光光 喝光了 對 護光光了 OK 怎麼那麼久 她可能快睡著了 有一些baby好像拍三四分鐘都拍不出來 真的喔 她有時候會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等一下可能會吐 真的假的 因為我剛剛拍遲遲沒反應 所以換媽媽 OK看來不是我問題 因為現在換媽媽拍拍 她也是沒有大哥 等一下如果有抱哭 就是想大哥 就是不舒服 所以才會抱哭 媽媽真的很了解自己的小孩 先讓她繞圈圈 看她會不會打嗝 原來幫她這樣轉個圈圈 她就會比較容易打嗝 打嗝這個工作由母親本人完成了 沒有吃飽嗎 才猜 感覺她是吃滿飽的 那我們等一下差不多要睡了對不對 對 在哄你睡覺好嗎 OK 餵奶的任務完成 她快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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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這樣 她快睡著 欸 怎麼了 還有什麼話想表達 好我帶她走 環境跟原本不一樣 她看到的燈不一樣 因為她現在還沒有滿三個月 視力還正在成長中 不要睡著 睡著 媽媽我今天還剩什麼任務 洗澡 洗澡 大魔王 那個任務 好我先讓她安心的睡 現在趁小baby在睡覺的時候 全家人已經在準備我們今天晚上要吃晚餐 我終於感受到那種做媽媽就是 偶爾床口氣的感覺 因為剛剛小孩熟睡之後就把它放到床上 就可以出來稍微透一下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晚餐 今天晚上有 殺心米 還有阿姆做的 今天剛好是元宵節 所以我們準備了這個湯圓 鹹湯圓 等一下就把它丟進去 期待今天晚餐 已經餓了 這感覺超厲害 這個真的 古早味 入度式生湯 好豐盛喔 準備吃飯 好囉 我們順利的回到家了 接下來 今晚的最後一個任務 也是我覺得最困難的 就是要幫柴柴洗澡 在洗澡之前 剛剛因為她喝了奶 所以來幫她刷個家 我剛以前也要幫她洗澡 她已經有稍微的學習一下 用聽的學習 不知道我絕不會成功 來刷牙牙 這隻她的牙齦像正常人一樣一樣刷 蠻享受的 舌頭 舌頭來 有奶夠 來我們來刷舌頭 看看有沒有刷乾淨 好像差不多囉 OK 寶貝你完成了 接下來呢 就是要帶她去浴室裡面洗澡 剛剛我們已經有先把那個浴室的暖氣打開 以防等一下洗太久 不會冷到 好 走吧 洗澡之前要先把她肩膀的小睡衣 尿布都先放在尿布台上 等一下我們一洗好呢 就可以讓她快速的到這邊換好她肩膀要睡掉而已 這什麼 吹風機 寶寶的吹風機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這個PIKI刀 走 洗澡 好 我們現在進到浴室了 你幫你洗澡囉 天啊 我人生第一次幫小孩洗澡 剛剛已經有把這個溫度都確認好 大概40度左右的水溫 這樣才不會不會很燙 先把她頭髮打濕 嗯 OK嗎 舒服嗎 你是不是很舒服呢 洗髮精王下手過重 太多了 不好意思喔 今天幫你服務的這個是月室洗髮 等一下可能好像是因為幫你按摩全身 差不多了 沖頭髮囉 這胖胖真的太驚人了 最困難的要來了 我們要洗澡澡囉 一個人到底怎麼獨立完成這些食物 馬上我們就來水了玩水了 來 我們要下水囉 我們先把身體弄濕 好 舒服嗎 還滿意今天這個服務嗎 我是72號 下次來記得還要點我 OK 然後我現在要洗背 感覺你今天很滿意我的服務 因為你完全沒有哭 好了 寶寶我們要起來囉 OK 我現在手套算了 穿衣服囉 這寶寶專用吹風機 對 弱風 極弱的風 可是還是有一點微溫 你看毛吹起來就乾了 OK 亮澎松 我覺得我吃的是錯 要幫你用一點乳液稍微的按摩一下 好嗎 穿衣服 穿衣服來 這袖子 我到底要怎麼樣讓它順利的精緻 但其實蠻配合的 真的 沒有亂哭 真的 你很棒 你非常可以以面子喔 表現非常的好 你好棒喔 完成囉 今天移的一日保姆 完成大功告成 等一下呢 希望你喜香香可以睡得很好 好嗎 今天我們的小主角 蔡蔡 可以完成了 非常完美的一日保姆 最後跟觀眾朋友說一聲 如果喜歡我的話 覺得我很乖的話 記得幫忙 按讚 訂閱 分享 留言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